嗨 大家好 我是阿妹妹 我们家的糖棉开花了 我要带大家来看一下 糖棉开花是什么样子呢 也许有人有看过 也许有人没看过 那我现在就来带大家看一下吧 就是在这边 我们要看到像气球一般 很可爱的 它就是糖棉 它就是长这个样子 我想应该很多很多说 做那个什么 擦瓜的话也是会用到这个 这个糖棉 因为它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像气球一样 我们看 长到很多 最近开始陆续长了 这个 还有这个也是阿 还有这个也是阿 会越来越大坑 对 现在还只有一半大小 现在还不是完全 气球还没有吹到最高 还算是小气球啦 这外面也都是 各位看 它都长得很多 后面那当然是有一堆 每一根树枝都很长 对 有时候一根树枝有就好几颗糖棉 那这个糖棉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然后市面上 应该除了擦花也会 应该比较少看到 像我们在花市的话也是 很少看人家卖糖棉这种植物啦 那刚好我们也是 有繁殖很多糖棉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来跟我联络 这边就是我繁殖的糖棉 已经越来越大了 这已经超过 超过六十六七十公分 快一公尺了啦 各位看这个这么大 然后应该很快就要开花了啦 如果说各位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跟我联络 我是觉得这个 它的糖棉真的非常非常的漂亮 然后种一棵 应该是很具有欣赏的价值啦 拿回去种 应该马上就开花了 应该很快 对 你看这边也有在开花了 你看培养的 我们培养 在哪里 外面这一个 那你看这么大棵 对 哪一个 这个已经开花了 你看外面它开花 所以各位 各位就知道 糖棉是很好种的 对不对 有兴趣的话 赶快 赶快买一棵回去种啦 对不对 那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边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请记得订阅 并将它分享出去 可以的话 也请帮我按一个赞 谢谢 谢谢大家 拜拜